畫面中一輛計程車行進入口 突然一輛大型的重機闖紅燈 速度飛快 從入口衝了出來 當場撞上計程車 撞飛到人行道 機車彈飛之後 還波及到一名無辜的路人 現場重機的車殼碎滿地 不難想像撞擊力道之大 10號晚間7點多 基隆中山路孝二路口 48歲騎士 疑似為了搶快 想要搶紅燈右轉 直接不偏不倚撞上計程車 騎士送一支後 傷重不治 本日於孝二中山路口 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原因為重機車闖紅燈 撞上直行的計程車 並波及於路旁的兩位行人 重機車駕駛送往醫院後 於19時宣告不治 通知家屬 製作筆錄 全案報起警察官 刑事相驗 所信波及的一名路人 送一支後沒有大礙 至於詳細的事發原因 仍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 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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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